港展開三日行程,出席回歸慶祝活動並且視察 消息說,習近平抵捕之後,會和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問責官員等人見面 星期六就會見政府新班子 關仔會展一帶的保安繼續加強 警方高空工作隊在會展頂部檢察 飛虎隊就在西九文化區對開海面搜查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的專機,今日中午會抵港 習近平會在機場發表講話 消息說他會先會見行政長官梁振英、問責官員、立法和司法機構的代表 之後可能會視察西九文化區 彭麗媛就會探訪九龍塘的一家學校 晚上會出席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禮賓府舉行的宴會 據了解,星期五,習近平會去到石江軍營檢閱駐港部隊 之後在八鄉的少年警訊活動中心和青年人對話 彭麗媛就可能會探訪老人院 去到下午,習近平會在會展和各界人士會面 包括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晚上會出席萬宴和文藝晚會 去到七月一號,習近平就會主持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 消息說他之後會和林鄭月娥和新班子會面 離開之前會視察港珠澳大橋 無線電視記者陳亮君報導 行政長官梁振英任內立法會經常出現拉布 有民主派人士認為這五年行政立法關係是歷離最差 有建制派人士就說民主派對人不對事,關係很難改善 我期待日後我領導的政府,即香港行政機關 能夠和立法會和全體議員好好合作 是法團通告,控制你,接下來要請新的清潔和保安公司 還要做外場維修,你是業主要給那麼多 蛤? 你不知呢?因為你沒有出席法團會議 大廈公用部分,業主是有責任一起管理的 當法團相以重要事項時,業主應親身出席和投票 保障自己的權益 管理大廈要積極,攜手參與齊等應 我們認為才能與可以令人體責任 充滿,非常疼痛 使得和人分享,世界會不會一樣 可以分享生命,鑽血,救人,是一件很美麗的事 鑽血便可以教回至少三個 會比較簡單化 我會說反對派已經有對人不對事的態度 我以為這個對劉先生不公道 我會發脾氣好 他仍是環保地標,結合教育,消閒 對方不是可以合作的夥伴 泛民好像每天都要喊著梁振英下台 一天梁振英依然都是行政長官,沒有計劃 新一屆政府即將就職,行政立法關係又可不可以重新來過呢? 曾六成相信新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待民主派的態度 和梁振英會有很大分別 他無論是做這個政務司司長,或者做法庭部長 後面再做一些他都知道是需要去找立法會的議員 包括泛民的議員,去爭取他們的支持 我相信大家建立一個比較建設性合作關係的空間會比較大 無線電視記者李惠布朗 南韓總統文在寅抵達美國展開四日行程 文在寅當地星期三先到菲根尼亞州長津湖戰役紀念碑獻花 在韓戰陣亡的士兵 行程第二日,他將會分別與美國參眾兩院議長會面 當晚出席由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 在白宮安排的晚宴 今次行程的重頭戲,將會是星期五的首諾會談 特朗普會在白宮回顧文在寅 預料討論重點包括部署實得導彈防禦系統和北韓核問題 文在寅就任總統近兩個月,隨即展開四強外交首次訪問行程 並在星期五前往白宮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首諾會談 南韓傳媒報道,兩人會面其中一個焦點 將會涉及在南韓部署實得導彈防禦系統的後續問題 有分析認為文在寅和特朗普會在部署實得的基本原則方面達成共識 但具體措施會由相關部門跟進 由於早前文在寅曾經指示國防部 重新展開實得用地的環境評估 因此實得系統或推遲致明年啟用 外界傳測它會不會全面暫停部署實得 美國亦可能有這個憂慮 今次會面有望令情況明朗 至於北韓核問題,預計亦是雙方討論重點 但有分析認為文在寅可能在應對北韓核問題上 傾向採取溫和手段 他曾經多次表示 若北韓放棄核武,願意無條件對話 而美國由於大學生涯的比例 在北韓國式後身亡 態度可能會變得強 但有評論相信 美國和南韓都會同意加強兩國同盟關係的重要性 預計回答之後 文在寅和特朗普將會發表聯合聲明 確認雙方的夥伴關係 母親電視記者,吳永宇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有望下個月在德國首度會面 特朗普和普京將於下個月到德國出席20國集團峰會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星期三表示 王美領袖在同一場合碰面 雙方交談是自然不過的事 相信兩人到時會討論多項議題 但沒有期待細節 但拉夫羅夫強調 若果美軍先發制日